母亲节前夕钻石直系纸销商 郑明月 想到小时候家中生活辛苦 被迫送人当养女时 不禁被宠中来 因为妈妈生了七个兄弟姐妹 养不起 妈妈就把我分给了家 当养女 每一次我想到这个回心很酸 虽然身为养女 但她比别人付出更多 想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 无奈命运捉弄人 正当生命重新燃起希望时 养母突然生病 让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 老师告诉我 如果你没钱读书 老师愿意让你去读 就不用钱 可是呢 我是身为人家的养女 又是大女儿 我要负起全家的责任 为了让孩子懂得惜福 还用一碗稀饭的故事 说出以前的生活有多困苦 妈 你说以前你们吃韩子 怎么像这样 哪有这么好美啊 吃得好好 这个以前吃的都是这样 湯比较多 所以要丁销 在母亲节前夕跟孩子一起回到老房子 回忆过往的点点滴滴 她说即使小时候没有好环境 但只要肯吃苦耐劳 努力打拼 最后一定能达成愿望 她的坚持也成为孩子心中最棒的榜样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未来要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自己很清楚 所以就因为这样 为了这个家 为了子女 不断地努力 妈妈真的是 在我们的犀牛 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动摇的 如果不是她 我们没有办法有现在的生活 贫困的家庭 走到小康的家庭 但是她唯一不变的原则 还是一个非常勤俭 持家 正能量的思维 已经拥有一番事业 曾明月还是 亲里亲为的做好美件事 并且乐于付出 因为她的好榜样 让孩子在事业和生活上 也都能有所成就 那在我心目中的妈妈 她更像是太阳 不仅照耀了我们家三个兄弟姐妹 她更照耀了别人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这一棵树葡萄 已经有18年了 现在果实累累的 而且大家吃吃看 我们一起来采来吃吃看 开心地品尝果实 现在的曾明月 不只摆脱过去的贫苦生活 更成为孩子最大的庇护 还结实累累 如今子孙满堂 这明月以前吃过的苦 现在好像嘴巴吃的蛋糕一样 每口都是甜蜜儿 安理新闻成立云 廖俊潮嘉义报导 大概钟 知道了 居然还在你的疹 这边就是 ты 用到